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学者访谈 那么在这一次我们邀请到的几位嘉宾 是来自云南开远的马亚阿红 来自云南大理的马宝君阿红 还有来自内蒙忽氏的李贤福阿红 对于古兰经的学习和了解 它是一门单独的一个学科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 对于我们穆斯林 我们也应当有一些普及的知识 那么在这一期的栏目当中 我们继续跟随几位学者 了解古兰经相关的知识 那么古兰经的将士 有一定的背景 都有一定的背景 在这一期希望马亚您跟我们讲一下 这些古兰经将士的背景是哪些 那么在这一期的这个节目当中的话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古兰经 那么古兰经的话 大家都知道有六千三百多节 那么这些古兰经的话 它所包含的这个内容的话不等 那么也就是决定了它这个将士的这个背景也不一样 那么有些的话这个古兰经 那么它有这种将士的背景 那么也就是将士的这个原因 那么有些的话它不存在有这个将士的原因 也就是直接就下降了 那么对于这个没有这个将士背景的这个 这些经文的话 那么它一般都是在描述安拉的这个 这种属性啊 比如说描述这个火翼的这个形状啊 天堂的这一些这个形状啊等等的 那么这些的话就直接的 就是已经直接的来了 那么根本就不要就是需要这个某种因素 或者需要某些事情 遇到某些事情的话 那么而下降这个古兰经 当然在这个学习这个认识 这个将士背景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我们知道除去就是没有下降背景的那些 那么剩下的那些古兰经的话 它都是随着辛茲萨拉上 在这个新教的这个过程当中 23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防止遇到一切事情 那么就像刚才我们在上一期当中所提到的 安拉说当他们每当向你提提一个非能 就是一个难题的这个时候 那么我就给你提示更好的这种解答方式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以这个下降背景了 那么也就是说除去那些之外 那么剩下的就是这个有下降背景的这些经文 那么我们对于他的这个认识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 一方面这个明白这个立法的这种哲理 明白就是安拉他立法的这个哲理是什么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通过这样式的这个背景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当时的这些 这个当时就是下降古兰经的这个情况 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 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安拉在古兰经当中就说了 这个东方和西方都是安拉的 那么无论你们转向什么地方 那里的话就是安拉的这个方向 那么这安拉是宽大的 是全职的 那么这个这一节经文 它下降的话它是有这个也就是有原因的 那么也就提到了当时的话 这些圣门弟子和这个先知苏罗斯拉 那么在一起礼拜 当时的话这个是一个这个网上 那么是一个漆黑的网上 那么这些圣门弟子们也就说 他们并别不了这个Gibla这个方向 那么从这的话也就是他们不是在 不是在这个清真寺当中 清真寺当中的话肯定是知道 那么肯定是属于在清真寺外面的这个方向 荒郊野外的这种不变方向的地方 并别不了这个方向 那么当时的话那些索哈尔班们 就是各自与各自所指的这个方向 那么而礼拜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他们所做的每个人的这个拜工 都被安拉所接受了 因为安拉在古兰经当中已经说了 这个东方和西方都是安拉的 那么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 那么这节古兰经已经这个场明了 那么这是就是针对当时那些人 他们就是 李王拜之后就害怕自己这个方向 有些人朝着这个方向 有些人朝着那个方向 他们恐怕自己这个拜工的这个问题成 能不能被安拉所接受的这个问题 那么有一些这个疑惑 有一些这个担心 那么所以 所以就安拉就降世了 因为这个事情就降世了这节古兰经 那么东方和西方都是安拉的 那么在于这个教法当中的话 那么也引申出在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旅途当中 如果我们是旅途 当然对于这个是一个 肯定是对于你所到达那个地方 是一个陌生人 那么辨别不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朝向是在什么地方 那么也找不到这个询问的这个对象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 那么自己拟定一个方向 那么朝着那个方向里外 这也是给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指导 当我们出门旅行 而遇到这种不能确定方向的时候 那就以着我们所能够尽到的这种努力 努力地去辨别方向 然后让自己内心安宁地 去做这一番败功 这番败功最终我们交付给安拉 希望伟大珍珠准成他 另外一个像果兰经下降 他会因为一些历史事件而下降 比如说刚才马昂宏讲到了 这个盛民地址有时候 有一次在七黑的夜晚礼拜 朝向各不相同 最后他们因为担心自己拜 是成还是不成 果兰经下降告诉他们 你们举一对的话 东西方都是真主的 万也是成的 那么咱们继续这个朝向的问题讲一讲 先知说南拉斯特带着圣门内子 去了麦里拉以后 当时穆斯林是朝着耶路撒冷礼拜的 耶路撒冷在麦里拉的北边 所以穆斯林是朝北礼拜 但是先知作为一个阿拉伯人 他实际上他希望朝着 伊布拉希米的曾经的朝向礼拜 因为阿拉伯人是伊布拉希米的儿子 伊斯马尔的后裔 他是渴望朝着圣祖 伊布拉希米曾经的朝向去礼拜 那个朝向就是我们的 就是现在的卖家的天房 卡尔伯 卡尔伯 但是他没有获得启示 他经常是仰望天空 仰望天空渴望天空渴望 但是他没说也没做祈祷 但是珍珠是知道的 珍珠撤知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以至于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当然这样的经文在古兰经上也有记录 珍珠已经看到你面朝某一个方向 以至于最后珍珠的启示下降了 告诉穆斯林们 从此以后不要再朝着耶路撒冷 要朝向卖家的天房 无论你出到哪个地方 你让你的面孔要朝向近似 就是卖家的卡尔伯天房 那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呢 在古兰经当中就有记录 那么仙珠获得了这种启示之后 于是他就立马朝向 本来是朝向北边耶路撒冷的方向 现在获得的启示 要朝向南边卖家的天房 因为卖家在麦丽娜的南边 所以完全改变朝向 朝向南部了 然后众圣们弟子 也服从珍珠的命令 服从先知的 也是服从先知的命令 都朝向了卖家的天房 这是一个当时一个重大的一种历史事件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 基督教徒还很不乐意 尤其犹太人 穆斯林曾经朝向 耶路撒冷他们认为 那个方向也是 基督教犹太教徒 他们的一个朝向 对 穆斯林曾经带着弟子 从埃及出来以后 到耶路撒冷带过 所以那也是犹太人的圣地 当穆斯林朝向 犹太人的圣地的时候 犹太人非常乐意 我们的圣地 穆斯林也朝这个方向里 所以很高兴 当先知接到命令 要朝向卖家的天房的时候 犹太人慌了 也着急了 他们很不愿意 怎么曾经朝着我们朝向 现在又改变朝向 这一朝着这个卖家的话 那么就是穆斯林 好像穆斯林跟他们 完全没关系了 所以说他们很不乐意 以至于有些违心事 也在其中 就是说一些不该说的一些话 那么古兰经上 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了 这也是古兰经的启示背景之一 因为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那么下降古兰经 下降经文 对于这个的话 像李老师所说的 那么根据一些重大的事件 那么从这儿的话 也就是说 这个理解这个古兰经的 这个下降背景 那么你有助于具体地 去理解这个古兰经 那么对于这个古兰经的话 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个 比如对于这个前面所提到的 心道且形象的人 那么对于所用的这个饮食 所饮用的这个饮食的话 那么是毫无罪过的 那么这些的话 这一节古兰经下降的话 是针对什么而下降的呢 就是指的这个敬酒 大家也知道 在这个古兰经当中 有明文的这个记载了 那么在这个酒 还没有被安拉所禁止的 这个时候 那么之前所规征的 那些圣门弟子 那么他们也饮酒 对于他们的这个判定 是一个什么样的判定 那么这个时候 古兰经下来了 那么就是说 对于信道这个形象的这些人 他们所饮用过的这个食物 这些的话 毫无罪过 也就是说这些圣门弟子 那么因为安拉的这个命令 没有来临 那么所以说 他们所使用的这些东西 安拉已经 对他们已经怎么样 已经饶恕了 那么在这儿的话 也就是提示我们 那么既然是如此 这些圣门弟子们 是如此 那么对于整个这个 世人的话 也是一样 那么当这个没有 你不知道的这个情况下 当然我不是说 这个是指的那种 真正不了解的不知道的 那么你所犯的这个错误 那么是被安拉所饶恕的 但不能说我不知道 这是我的一种这个 继续愚昧的一种借口 一种方式 那对于安拉的一个知识 对安拉所给予的一种知识 那么首先我们要这个尽力的 去掌握去学习 当然就如果比如说 在一些这个情况不允许 或者说一些这个情况 非常危急的一种情况下 那么你没有获得这种知识 而导致自己所做了一些事情的话 那么根据这段古兰剑的精神的话 那么它是被安拉所饶恕的 那么像这些的话 那么就是说 那么首先对于古兰剑的话 我们应该清楚明白 那么它是有这种背景 那么有一部分是没有这种背景的 好的 谢谢几位阿虎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阿Sala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阿Sala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演播室 刚才我们的阿虎们给我们讲了 在古兰经当中 它有很多的下降背景 很多经文都有歧视背景 比如说像重大的一种战役 比如说每次战役 巴达尔战役 俄后的战役 还有豪沟战役 比如在豪沟战役的时候 因为当时是多神教徒围攻麦地纳 假如说多神教徒进入了麦里拉的话 那穆斯林的安危就非常成问题了 因为多神教徒人数众多 穆斯林的人非常少 其实当时已经有很多人 以为穆斯林是打不住的了 所以那些违信师纷纷表示 我家里有事 我的房子需要修了 我家里有事要照顾了 他们纷纷地撤走了 实际上在豪沟那个地方 挡住敌人的那些生命地 只剩下数百人了 而敌人有上万的军队来围攻 所以当时人非常害怕 当时有一些信师们也害怕 那么违信师他们更害怕了 果然就描述当时这种情况 比如说 眼睛都斜了 歪斜了 心都提到嗓子也跟起来了 就是恐惧到那个程度 描述当时这种形势之危机 但是信师们尽管如此 但是真正的有信仰的人 坚持跟先知在一起 在豪沟那地方阻挡敌人的进攻 最后郑州塔拉也派天使 使得那些晚上比较寒冷 而且挂大风 最后敌人耗的时间太长以后 他们采散了内耗 最后他们散掉了 那么豪沟之战就是说 穆斯林没有费一刀一枪 然后穆斯林获得了胜利 这些古兰金都有记录的 历史的这种记录很多 当然还有一些小的问题 也甚至在古兰金有记录 这是咱们刚刚讲的 这种大的历史事件有记录 小的问题也有记录 先就是在宣教的时候 他曾经想怎么样宣教了 他要针对那些 古兰师的那些首领们宣教 把那些首领如果劝过来的话 那么那些下面的很多人 就会纷纷地入教 咱们说从逻辑上考虑的话 想的话 这是个对的 对吧 这种想法是正确的 咱们现在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先知 有一天他就对古兰师的那些 那些富豪 那些首领宣教 这个时候 奥姆马图姆的儿子 阿布朗拉 他是个盲人 这个人呢 他非常好学 他就来请教先知一个问题 他也不分时候 主要他也看不见人 所以他问主的使者 有什么问题他要说了 使者正跟古兰师的那些富豪 首领宣教教义的人 他现在来问问题 使者就心里有点想法了 眉头一皱 要问问题也不要在这个时候来问 我正在忙着了 意思是这样 但是先知没这么说出来 仅仅只是说 眉头皱了一下 就在他眉头皱了一刹那间 从天上下降了 给他传达了启示 阿布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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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皱眉 他转身 因为一个盲人来于他了 古兰师 下降当时就指责先知 不要这样做 那个盲人呢 他是希望知道知识 懂得 希望着他好学而来 他是满怀着对一三的喜爱而来的 为了寻求真理他来了 他向你这个询问 但是呢 你却皱眉头 转身而去 不理睬他 冷淡他 而那些富豪 那些首领呢 他们并不想接受一三教 他们只是在那儿 只听着他再说而已 古兰师指责他 指责先知 你不要这样做 所以先知在以后的岁月当中呢 那些穷人如果有需求的话 先知再也不会那样做了 所以说是 后来甚至还有古兰师下降啊 就是说 不要远离那些朝夕祈求 养主 希望养主喜悦的那些人 这些人你不要远离 对对对 其实安拉的使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也是完成他的使命 我们都知道 安拉的使者 他的本质是一个受保护的 受安拉保护的这样一个 具有最为崇高伟大的 这种品质的一位使者 先知圣人 那么他在这个事件当中 其实是为了给 所有的穆斯林 所有的这些信师们 做一个表出来一个典范 就是安拉通过使者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告诉世人 你们在面对人生的 这些方方面 所以我们比如说 不要贤贫爱富 不能贤贫爱富 哪怕你在做一个 很神圣的功课 不能贤贫爱富 对 而是说安拉借使者 去启示了人类 而并不是说 安拉的使者 他的品质怎么样 出问题了 我们在这儿的话 也就是 他所就是理解 了解这个将士背景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 那么也就是 应当就是了解 通过这个下降的背景的话 可以理解 这个经文的这种广泛性 对 你比如说 还有一张古兰经 像这档古兰经下降的时候 后面提到 当真主的援助 来临的时候 你会看到 众人纷纷加于三教 故里当赞美真主 赞送他亲近无然 这是当穆斯林 这个光复卖家的时候 这档古兰经下降了 穆斯林非常高兴 但是 重穆斯林看到的 只是这个经文的表面 因为 欧玛拉 院主学他 曾经把 安巴斯 伊布莱安巴斯 叫来 然后和当时的那些 拜大尔战役的 参加过拜大尔战役的 那些元老 坐在一起 那些参加过 拜大尔战役的那些 穆斯林元老 世民地子的元老 都有点嫌弃 这个阿布朗拉 伊布莱安巴斯 伊布莱安巴斯 我们的 侍儿啊 我们的儿子啊 跟他联系差不多 怎么让他跟我们 坐在一起呢 资历很轻 欧玛拉就说 他这个是有学问的 后来 欧玛拉为了 这个证明 伊布莱安巴斯 也就是阿布朗拉斯 伊布莱安巴斯 有知识 有学问 就拷问这些 询问这些 圣门弟子的元老 说你们对 伊朗加安 那说了 我的发展 有什么看法 他们说 当真正的元族 和圣经来临的时候 我们要赞助亲近 要高兴 要高兴 问了众圣门弟子 大家都是这种答案 因为经文的表面 就是这个意思嘛 但是问到 伊布莱安巴斯 的时候 伊布莱安巴斯 怎么说 他说 就是先知的寿命 即将终结了 他的使命 已经结束了 所以 这段 IT下降以后 这一短章下降以后 于是先知 就要 离开人世了 伊布莱安巴斯 说我的想法 跟你想法 是一样的 对 那么这也就是今天 我们所讨论和学习的 一个话题 就是说 古兰经 很多都是有下降的 原因的 那么刚才两位 阿宏都提到了一些 原因 有些是对 当时的世界的 一种技术 有的是 提出了 他们的一些争论 提出了解决方法 还有一些 对圣人进行教导 同时呢 还有一些呢 是对圣人 教圣人 怎么回答一些问题 等等 教导人们知识 要么就是给使者 解疑 打祸 怎么要面对一些 他的一些敌人的 刁难 比如刚才说的 这些朝向的问题 那么 当时的一些人就说 为什么 这些穆斯林 为什么从他们 原来所对的方向上 而转向 另外一个方向呢 其实是非常的苦恼 所以说 不知道怎么回答 如果说 因为是 现在对的是对的 对的卖家的方向 是正确的 那么他们肯定要刁难说 那么你们 以前所做的 全部的供修 都是作废的 如果说原来也是对的 他们肯定要说 那这样对的 为什么要改变 对圣人就是一种刁难 其实他们不 一的是基督 二的就是一种刁难 所以说问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古兰基 后面就下降 你说东方和西方都是安拉的 这一切都是安拉的规定 他引导他所预计的人 向正道 这就是安拉的 教使者 的一种回答 当这种回答 以古兰基的形势下降之后 犹太教徒 亚可乌也没有任何的出发 同时呢还有教他们一些 信仰上的 或者说一些教法上的 比如说 甚至于女人的一些问题 月经的问题 是吧 女人就会使得 因为对于月经 这个事情来说 很多的民族 从历史到现在 甚至于现在我们说 是一个高度文明 发达的时代 对女人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是解释不清楚 或者说心里面 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看法 但是呢 古兰基就说得很明白了 你说它是一种伤害 就是说对女人的身体上 有一定的伤害性的 等等等等 后面就说到了 在月经期间 不要与他们 发生关系啊等等 但是呢就是说 不至于把他们 赶出家里面 等等等等 只要不发生 十足性的关系 都进行了一些说明 对 好的 通过几位学者 跟我们的所做的分享呢 我明确知道了 所有的古兰经 它所启示 都是为了指导人类 怎么样去完善人类的生活 怎么样去解决 我们生活当中 所有的这些疑难问题 好了 得到了古兰经的指引的人 是最幸福的 你是吗 这期节目 我们到此结束 下期节目再见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请不吝点赞 订阅